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壓力焦慮家事 媽媽每晚睡不成眠 睡不好是媽媽的宿命 無眠厄韻怎麼解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探討讓自己一夜好眠的方法 到底睡不好對健康有多大的傷害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心裡先考你 比如說我們有感冒 我們可能看家醫科醫師 我們有腸胃問題 可能找這個腸胃科醫師 好難喔 這麼多人失眠 不知道嗎 腦神經 你不會看藥門專家群嗎 就兩個而已 中醫師喔 精神科啦... 對啦 可能要領通告費 然後電單走人 對 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長期不睡 到最後可能精神會有狀況 也不是... 就人家的專業就是致失眠啦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媽媽都睡不好 原發性的失眠症 它 它基本上有分個四個亞型 就是四個種型態 那在醫學上 它第一種叫入睡困難型 然後第二個叫睡眠中斷型 第三個叫早醒型 第四個叫做無法恢復精神的睡眠型 那第一個的定義就是說 當我們在想睡的時候 就是超過三十分鐘沒有辦法入睡 就在入睡困難 那睡眠中的定義也是一樣 那我在睡眠的過程當中 出現一次以上 三十分鐘以上的清醒 就叫睡眠中斷 一次以上就算喔 我們可以試想嘛 我們半夜如果醒過來 超過三十分鐘清醒 那就已經很醒了 要超過三十分鐘起來 尿就不算 我想要請問不要起來 突然想尿尿 去尿尿回來 那個不算 因為要超過三十分鐘 對... 然後第三個就容易早起醒 指的是 你在預期的睡眠時間內 不足超過三十分鐘 我們現在的定義是 四十六小時之內的 因為醫學上也確實有研究 低於六個小時裡面的睡眠 會增加心臟疾病的風險 還有平均每個年齡的 死亡率都會比較高 整體受命會縮短 剛剛佩儀講的喔 會時常醒來尿尿的 有可能是第四型 無法恢復體力的睡眠 它的定義就是說 我其實沒有入睡困難 我睡眠也沒中斷三十分鐘 但我醒來都沒辦法 恢復精神體力 也就是沒辦法神清氣爽 那研究上它通常就是說 比較處於淺層睡眠 它因為我們深度的睡眠 才會恢復我們的肌肉神經系統 等等 那淺睡的人 他比較容易經歷的說 它就是因為它都在 第一期 第二期的睡眠 我覺得我就是 入睡困難跟睡眠中斷型 而且我覺得此生 我只要跟我老公 繼續有婚姻關係的話 我應該繼續睡眠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 睡不好的罪大罪魁禍首 去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婚後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打呼非常非常的大聲 只要他比如我早入睡 我那一天就會特別晚睡 就是因為 你就是人家都在數羊 我就是數老公打呼的頻率 然後老公老公在睡 妳是要趁那個空檔 趕快入睡是不是 對 然後他就是一直在打呼 打呼呢 打呼就算 然後有時候就是 你好像數著數著 然後自己也快睡著 快睡著的時候 我老公有時候會突然 就把我搖醒 他就這樣搖搖搖我的手 我想說怎麼了怎麼了 要幹嘛 然後我想說是要幹嘛 他就說 他就說我都睡不好 我整夜都沒有睡 我睡不著 我心裡想說 為什麼 哇哩那個 我老公剛剛真的不是 都一直在聽你打呼嗎 你怎麼會說你都沒有睡 最氣的是什麼 有好幾次他隔天 早上去上班之後 他會傳簡訊給我說 然後傳一個那種打瞌睡的圖 他就說什麼 我昨天整晚都沒有睡 睡不好 今天上班沒什麼精神 我心裡想說 我的老天 我整晚都會請你打呼 你跟我說你沒精神 沒精神的人是我吧 其實有很簡單的方式 因為他們除了自己本身疾病 干擾的最多是身旁的人 你可以考慮耳塞 除了就非醫療之外 就可以解決的方式 要不然當然他可能要去正惡 暢通他鼻通道 或者是看他的下呼吸道 有沒有註射 那像這樣入睡很困難 然後睡沒有很容易被打斷的人 是不是健康方面比較會 哪裡受到影響 入睡困難跟睡眠中斷型 一般是跟焦慮症是比較有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很直觀想 我們就是很緊張 擔心睡不著 擔心明天會被老闆罵 所以我們才會睡不著 擔心等一下小孩子 會不會身體健康的狀況 所以他們跟焦慮症的相關 是比較大 同時焦慮症衍生最多的就是 肌肉神經系統的疾病 跟腸胃道的疾病 就頭痛 背痛 或者是 腸造症 胃潰瘍 這些都很容易遇到 因為焦慮症跟胃潰瘍的重疊率 其實很高 就是胃潰瘍的病人 那85%都是焦慮症的病人 所以睡不好 很有可能焦慮症 就很有可能得到胃潰瘍 自己連接太多了吧 醫生說的我真的很有感觸 因為我就是那個很難入睡 然後又非常前面 你就是焦慮症 他就是焦慮症 他就是焦慮症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那種 就是晚上睡覺 下面有路人在講話 或是有狗在叫 我就是會 一驚醒 是 而且我真的曾經有 因為鄰居的狗半夜 一直叫我還報警過 然後就長期下來 加上小朋友可能又生病 或幹嘛的 我只只要翻個聲 我就醒來了 然後就是等於說 日積月累下來 我真的沒有一天是睡好的 然後就是前陣子 我就會發現說 我一躺下來 我的胃就開始很不舒服 就變成說我更難入睡 然後睡眠時間也變得更短 那照胃性發現說 我真的有胃潰瘍 真的那麼嚴重 真的那麼嚴重 而且因為我是一個很養生的人 就是我不抽菸不喝酒 然後不吃辣 然後都吃得也是很健康 就是還會有胃潰瘍 你養生但你殺生 對 不是啦 對 像我是 因為當媽媽的就是 比較 因為我兒子今年考高中 他會考 對他來講是人生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那我一路也不能管他太多 也不能說放太多 就是那個線收拿很大 可是小孩子都有智慧手機 你知道就擺在桌上 每一次為了要沒收他的手機呢 就兩個會吵架 因為我就說你這個手機 讀書的時候把它放外面 他就不要 可是我每次這樣捏手捏腳去看他房間 他都永遠是在看手機 那我就說你讀書的時候讀書 休息的時候你可以 就為了這個事情 有時候氣氛就不好 對 那他爸爸就會盯 希望他能夠考到好的學校 就會把責任丟給我 那無形中我壓力就很大 壓力就很大 對 那孩子就會一直說 每天做測驗 他壓力也很大 他也睡不好 那有的時候呢 晚上因為就唸唸唸唸唸唸 快一點睡覺了 不要再讀了 什麼什麼什麼 就會一直唸 氣氛就很差 那上床的時候就很難睡 到時候兩三點的時候再起來 看看他有沒有在房間裡面幹嘛 又再起來一次的 有時候五點又再起來一次 天啊 對 六點多的時候呢 就要送他上學了 所以等於根本沒睡 再回來補眠是越補越累 然後我如果一睡不好 我的個性就是說 煩啊 就會 會 口氣很棒 那家裡的氣氛就會很 心頭一鼓火 對 氣氛就會很不好 這個是我覺得 睡覺 然後會 血壓高 寄東西 腦袋刮 你跟我講 昏昏的對不對 對 所以睡眠非常重要 小孩子如果該怎麼睡 就讓他好好睡就好 其實不用擔心他有沒有睡好 事實上 一天睡不好也不會怎樣 真的 你越會這樣覺得就越不會睡不好 對 那你一天覺得我今天睡不好怎麼辦 像黃一直講說 不會睡不好 那至於說剛才就是後面的就是說 就是容易早起行跟無法恢復體力 一般研究上 他跟憂鬱症是比較有關係 他是從 包括他的快速動眼期的往前移 跟量變比較多 還有生存睡眠減少 這種腦電波學的證據 他跟憂鬱症有相當的重疊 所以一般來講 其實後兩者是比較容易得到憂鬱症 那當然事實上 其實睡不好 剛剛我們也提到很多 其實不只說憂鬱或者是焦慮的症狀 包括生理上的 就是說你休息不足 所以肌肉神經系統很緊繃 因為頭痛 背痛等等 同時呢 當你睡不好的時候 我們身體有一種叫體瘦素 Leptin 它分泌高的時候 你會抑制食慾 可是當你睡不好的時候 它的濃度是降低 所以你會想吃 所以我們很常驚豔到說 我們晚上睡不早的時候 就會肚子很餓 對 肚子跟肚子有關係 對 真的 然後第二方面 當然就是心理的影響 就是說 其實睡不好的人 把他睡眠剝奪的人 他脾氣會變更差 更煩躁 然後更沒有耐心 就是底上挫折等等 那當然連帶 當然我們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就不會做喜歡的事情 所以其實心率也是降低 然後第三個就是 認知的影響 這個其實是 很多精神科學者 最喜歡研究的 就是睡眠對於你被東西 有沒有影響 然後睡眠對於你的反應 有沒有影響 這個答案是非常確定 我們只要睡眠剝奪 超過60個小時 包括你加減成熟的能力會變差 你對外的反應會變差 你的判斷力會變差 天啊 所以其實整個睡不好就是說 他對於生理 生理和認知是都有影響 就睡覺而已影響到那麼大 對啊 現在我就是在晚上睡覺 我大概每一兩個小時 我就一定會醒來一次 因為我的小朋友就是睡在我肚子上 黏著你的肚子睡 黏著我的肚子睡 所以我沒有辦法就是 一直這樣一覺到天亮 就是上個禮拜不是空屋很嚴重嗎 對 然後我的小朋友他晚上就咳的時候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直咳一直咳 那他咳到很嚴重的時候他就會吐 所以到變成半夜的時候 我不是只是起來 就是可能挪他一下或什麼的 他只要一咳嗽 我就一手會準備好一個塑膠袋 一手要這樣趕快弄他脖子 隨時要接住 真的 半夜都是在備戰狀態 那個動作真的要夠快 那個都要很快 不然你會忙一個小時以上 沒錯 正好上禮拜 他們學校有個觀摩教學 然後那天是禮拜二 我還記得通知單上有寫 然後又把它圈起來 然後禮拜二我就帶小朋友去上課 然後就跟著進去 然後老師才說 媽媽那個Darrett的班級 不是禮拜二 是禮拜五 好錯誤 我有圈起來 我還把他拿出來看 我發現我圈起來是 他去年幼幼班的那個班級 他已經小班了 好快 不好意思 腦子沒有在想 我說好吧 那我就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到禮拜五又是 早上起來打扮好 再跟著小朋友一起去上學 老師就說 媽媽 可是它是下午 不是今天早上的 就是他過敏一犯 我晚上就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就常常判斷或什麼 我覺得腦子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 沒有正常使用 沒有正常使用 真的沒有在動吧 對 謝謝